大家好,这里是欣欣在农村 今天我们聊一下男人 男人应该做一个顶天立地 有责任感,有担当 能够担当起家庭的负担 不是为了让别人瞧得起你 而是因为你来到这世上 没白活一回 有的男人可能说会有这三种表现 如果你有这三种表现的情况下 你肯定不会有大的成就 到底是哪三种表现呢 第一种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男人 什么叫没有自知之明呢 这样的男人通常表现为脾气大 就是说脾气很大 脾气大本质小 没有太大的本质 但是脾气很大 遇到一点点事情就会大发雷霆 就是说遇到一点小事 要比一般的人更激动 大发雷霆 你解决不了问题 还有的就是说自以为是的 他以为他自己个 就是说比别人好 比别人有能耐 说小的事情不用找我 大的事情我来就要找 其实这样的人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第二种人就是消极的人 你如果是悲观消极 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呢 你就会承受不了感觉 这个事情我做不了 我从这以后呀 我什么都干不成 你有这种消极的心理 你肯定也干不成大事 也干不成所有的事情 第三种呢就是说 好意勿劳 是什么意思呢 好意勿劳就是想 不干活 不工作 就能够收益 就有钱花 你想一下 如果你有这么大的本事的情况下 你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除非你有很大的本事 所以说你在家里面不用干活 就能有钱花 有的人呀想坦着挣钱 还没有那个本事 这也就是说呀 这一种男人也是没有太大的能耐的人 就是也成不了大器 以上说的这三种男人呀 就是说 如果男人有这三种表现 你肯定不会有太大的 就是说 作为 如果想成功一个男人 一定要做 脚踏实地的男人 顶天立地的男人 要对家庭 对社会 对每个人都有一个担当 也就是说 你没白来世上一回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